桃园市巴德区广龙里的里长竟然要靠抽签决定 原来26号投票结束之后呢 现任广龙里的里长苏真佑 跟另一位候选人卓阿万 两个人刚好都获得1383票 根据选霸法的规定 如果说票数相同 必须要透过抽签来决定当选人 因此选委会将会在明天28号 抽签选出新的里长当选人 我是哈远怡 不用说故事写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争议的拿证据说 被掩盖的挖出来说 非主流观点我有勇气说 用心说好2300万人的故事 我是哈远怡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